美国副总统彭斯20日重申 若香港出现暴力将影响中美贸易协议 要求中国尊重香港法律的完整性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对此央视在新闻联播中 直指彭斯将香港问题与中美贸易协议挂钩 就是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企图增加施压和遏制中国的筹码 用心极其险恶 节目中还强调 彭斯还应该去补一补历史课 拿中英联合声明 这份过时无效文件干涉香港事务与中国内政 不仅让自己沦为国际笑柄 也令美国国家形象蒙羞 这种极限施压对中国根本没用 中方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与美方进行磋商 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 更呼吁彭斯副总统等人 对此不要再有任何战略误判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划越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今天在记者会上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 中国不守信用等发言时表示 中国人一向讲究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倒是美国动辄就违背承诺 推翻共识 践踏规则 袁德项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就不说了 近的美国刚刚退出中岛条约 对自己做出的事关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的重大承诺 说反悔就反悔 有何信誉可言呢 一个平平变连 毁约 退群 动不动就掀桌子走人的国家 根本没有资格对他国谈什么守信 谈什么承诺 谈什么履约 蓬佩奥19日接受福斯新闻采访时 谈到中国过往做过的各种承诺 但质疑北京是否有意愿信守承诺 而耿爽今天正式对此做出强硬回击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 今天召开记者会 发言人张铁伟回应香港问题时表示 香港事务的处理必须在宪法 香港基本法以及相关法律框架内 在法治的轨道上予以解决 综合港媒报导 张铁伟指近日在香港违法犯罪的暴力分子 行为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重罪 将依法受惩治 针对香港的政治体制 张铁伟回应 港澳办及中联办近期的记者会及座谈会 已经对香港的局势有详细说明 并强调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是止暴治乱恢复秩序 同时他也呼吁美国停止干涉香港事务 和中国内政 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 此外张铁伟在记者会上 也提到同性婚姻问题 他表示中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的 一夫一妻制 是建立在一男一女的基础上的婚姻制度 符合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同性婚姻 中国将维持一夫一妻 也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 中共为了见证70周年的庆祝活动 各地正紧锣密鼓的加强安保措施 北京尤其严格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近日中国国家邮政局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联合发布 关于加强国庆70周年 庆祝活动期间 际地物品安全管理的通告 要求9月15日至10月2日期间 各地际地企业对际往北京的邮件快件 必须经过X光机安检 并逐一加盖或年贴收集检验 过机安检标示 安检标示应当载明安检单位和安检省份 另外这段期间也严禁收集 际往北京市的低空慢速小型航空器及零件 并严格执行实名收集制度 北京际地企业对落地邮件快件 同城邮件快件 都需全面实行二次安检 严防不法分子利用际地渠道 实施危害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 涉及美国国家安全技术的收购 一般都会受到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审查 然而中国公司通过在破产城市中 购买美国公司的资产 而成功规避了这项审查 美国之音引述分析人士所言 破产城市中有几个阶段 收购者 竞标者和债权人甚至公众 都能够在城市中不同程度的了解 敏感的公司数据 即便最后没有获得竞标 美国的敌手都能够在开放的法庭城市中 获得某个公司的宝贵资讯 2017年就有中国公司收购 美国电动及混合动力汽车电池制造商 以及高端晶片商 后者的竞标 在没有受到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审核的情况下顺利完成 报道指出 虽然这些中国公司名义上都是私有的 然而中国政府对大多数公司拥有影响力 据统计中国公司参与了10%到16%的风投 2015年16%有关技术的投资 都有中国投资者参与 美国国会在2019年扩大了海外投资委员会的权限 以包含破产过程以及其他形式的债务违约所产生的交易 此后类似案件数量稍有减少 但分析人士仍指出 目前更重要的是对破产法庭法官就此方面进行培训 他们必须首先要理解其中存在的问题 才能够恰当运用这条法律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20日在中国北京 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会谈 对于近日香港情势的发展 河野太郎表达了忧心与关注 自由时报报导 河野太郎在会谈中表示 期待香港问题能有和平的解决方法 会后他对媒体提到 各国对香港的投资是以一国两制为前提 因此自由开放的形势对香港而言非常重要 他也重申必须保障与2万名居港日本人的安全 不过他并未提及王毅有何回应 根据中央社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重申 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预 各方应理解支持港府止暴治乱 他并重申中国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依法施政 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 北京也将继续坚定不宜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法庭文件中称 加拿大和美国有执法不当行为 加拿大应暂停将它引渡至美国 综合香港经济日报与自由电子报报导 孟晚舟的律师正寻求获得 加拿大和美国有关部门之间的通讯记录 以证明孟晚舟被捕过程中存在程序滥用 律师指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被非法扣留 搜查及审讯 是加拿大海关警方和美国相关部门的轨迹 逮捕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 是为在一个更大的政治战略中 创造潜在的谈判筹码 另外由于孟晚舟是因美国控华为 违反其制裁伊朗而被捕 新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 孟晚舟曾称华为在伊朗设有办事处 此记录恐作为证据 支持华为确实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 福布斯20日发布中国100名人榜 明报报导前三名均是中国演员 分别是吴京 黄渤及胡歌 吴京因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人气爆棚 台湾歌手周杰伦从上街的第9名跃升至第5名 而其他打入10大榜的依次为徐珍 周杰伦 沈腾 周冬宇 组合TFBOYS成员 易烊千玺 杨幂及吴亦凡 另外港星陈伟廷 古天乐 郭富城 陈龙 张学游等都有近百名 台湾艺人除了周杰伦之外 近百名的还有彭于晏 霍建华 舒奇 罗志祥 而五度蝉联冠军的范冰冰不知是否受逃税风波影响 此次未尽百大 据悉该榜是以去年7月1日至今年6月30日内 通过商业价值和作品影响力在内的多个范畴 对各位候选人进行综合排名 因而得出该榜最终排名 29岁中国网红星巴 星友志 与同样身为网红的妻子 初瑞雪日前补办婚礼 邀请42位中港台艺人出席 花费高达7000多万人民币 只不过这对新人靠着婚礼直播 短短两小时就进账一亿 让他们不仅没赔还倒赚3000万 近传媒报道 星友志婚礼邀来的艺人包含 陈龙 王力宏 邓紫棋与张博之 场面浩大 动用到北京奥林匹克体育场 婚礼简直就是场大型的演唱会 新郎透露光是请艺人来 就花了5000万 其中陈龙出席价码 就占670万人民币 而值得注意的是 婚礼采全程直播 现场参加也不用门票 期间贩卖两款商品 边直播还边发红包 两小时的营业额高达1亿 相当吸睛 香港反送中抗争延烧 在加拿大竟然有中国富二代 开超跑对香港留学生开呛 这种炫富是爱国 也引起舆论哗然 自由时报报导 作为大量中国富豪移民 或送子留学的首选 加拿大多伦多 温哥华等城市街头 近来出现一群 由法拉利与其他高档超跑 组成的车队 不时绕到香港留学生 反送中集会现场 挑衅叫嚣 车上还挂有五星旗 这些富家子弟看到镜头 争先恐后的痛骂香港留学生 与反送中人士 不仅辱骂他们穷 还有人不客气的喊出 流倒不流人 报道指出 中国留学生打着爱国旗帜的炫富行为 受到外媒关注 而他们傲慢跋扈的言行 也被目击者上传社群网站 事件传回中国之后 吓坏他们有钱有权的家长 连忙将影片及相关评论删除 目前在推特上已涌现大批肉搜声浪 呼吁调查这些红二代的家庭背景 中国首只复制猫大蒜 今天满月了 综合新浪网宇明报的报道 中国早前有猫主出价25万人民币 复制一只原本陪伴它 但已经过世的小猫大蒜 复制版的大蒜经待遇猫自然分娩 目前健康状况良好 住在浙江温州的猫主黄宇 四羊的两岁半英国短猫猫大蒜 在今年1月9日因尿道堵塞去世 打电话给曾复制了20只宠物狗的 北京西诺谷生物科技公司 确认意愿之后 西诺谷的工作人员当晚就飞往温州 隔天完成取样 经过培育大蒜在上月21日 经待遇猫自然分娩顺利出生 并经过第三方机构认定为复制猫 也经认证成为中国第一只复制猫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施振生表示 由于猫不是自然性排卵动物 是少数诱发排卵动物之一 所以复制技术较为困难 这次复制成功标志中国在复制领域迈进一大步 有消息传出三星在代工行动处理器大厂高通的中介5G处理器时发生良率问题 导致该产品全数报废 自由电子报引述外媒报道 据悉不仅是代工高通的处理器良率出问题 三星本身的处理器也发生相同状况 不过由于三星出包的这款高通处理器 预计明年第一季问世 因此对三星来说还有一些补救时间 但三星势必得尽快解决良率问题 报导指如果后续高通 这款处理器因良率问题导致出货变少 不断会影响三星在7奈米制成需求上的占比 同时也将削减客户对该公司7奈米制成的信心 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 三星理应有能力解决良率问题 后续会如何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就曾表示 美国必须在太空中拥有主宰地位 要求成立美国第六军种太空军 美国副总统彭斯今天宣布 美军太空司令部下周将正式成立 统一指挥负责太空军作战防卫事务 自由电子报报导 美国将于本月29日举办太空司令部成立典礼 由现任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 雷孟德上将出任指挥官 彭斯也特别强调 对美国而言太空就是一个战场 不过报导也提到 成立一支新军种必须取得国会批准 若获得国会首肯 这支部队最快2020年就能运作